好 还要关注美中贸易谈判后续 以及申请工作签证遭遇到超高的补件率 加上4月1号是申请的截止日子 倒数不到28天了 那么华人的实习生还有这个毕业生 到底该怎么办呢 东方的新闻团队特别推出了移民专题 第三集继续邀请到资深的移民律师陈启庚 来做专业解答 聚焦美中贸易战最新发展 虽然初期谈判结果乐观 不过接下来长达一年的紧张关系 依旧让许多华人留学生担心 自己的H1B申请之路 是否会无辜遭受战果波及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 我特别的担心 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中国国籍 会不会因为中美的贸易战 而申请H1的时候会有影响呢 我们近期也都知道说 有双方的政府其实在这个经济上面 有一些打压 但是目前为止 以H1B以工作签证 这些等级的申请的话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差别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国籍的人 目前审核的方式 移民局都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审 还有2018年高达7成以上的补件率 再加上从2019年起 拥有硕士或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抽中率将大幅提高 16%以上 也让许多华人留学生都想尽办法 要以硕士学历来申请 我的master degree是MBA专业的 但是我的bachelor degree是speech communication 然而我现在的工作呢 是PR 所以我觉得在申请H1的时候 PR的专业会跟我bachelor的 degree比较适合 但是我又听说master的抽中的机率会比较高 那所以请问我是应该拿我master degree抽 还是用bachelor的degree去做一个H1的申请呢 现在开始的抽签的方式 的确是更加优惠 至少有master或更高学历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的抽签几率有可能可以再增加个 大概10%到15% 不过我们还是要呼吁 即使你有master或更高的学历 假如说今天你本科的学历是比较吻合 然后比较有可能成功的话 我们都还是会建议这些人在申请之前 必须要先去了解这件事情 那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我们就由这个bachelor这个学历去抽 至于更多聪明的毕业生 老早就锁定2018年发放H1B签证 中签率高达9成9的知名高科技公司 包括苹果 Facebook Google Intel以及微软 这是否就代表着非本科系的毕业生 提早宣告出局 由于我本科毕业的专业是speech communication 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 非常的有局限性 只能找类似于PR或者Customer Service 一种属于communication类型的工作 但我其实比较想找的是marketing 想purchase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想换工作 或者换position的话 在申请H1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填写呢 我就常常说像一个Lego的这个游戏一样 你把它全部每一堂课通通都拆开来以后 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课组合成另外一个degree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 可能他原先毕业的那一个学历 是不吻合移民局跟劳工局任何speech communication 但是假如他今天可以把它拆开来重组 然后由第三方去认真认为是一个更合适的degree 来做这个H1B的抽签的话 那这的确是有可能的 所以越早有这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去规划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认为对于一个人 可以提升他的抽中率 还有他的成功率最好的建议 甚至坊间经常传言 当送出H1B申请并等待抽签结果的同时 就应该提早安排重返校园 来保住合法居留权的说法 移民律师陈启根则有专业见解 如果说今天你的OPT 是在4月1号之前的这个两个月结束的话 这是我们所谓的OPT之后的这个grace period 在这个grace period里面呢 如果你递交的话 你还是可以继续留在美国 你还是可以继续等待 看你有没有抽中 或是你按键抽中的话 看你有没有通过 但是呢你这个时候 你已经失去了可以工作的这个机会 就等于说你在grace period里面 压到4月1号申请日的话 那你是不能工作的 如果说你的OPT结束的话 在这两个月的grace period的时间之内呢 回学校 为什么 因为现在抽签 还有现在审核 还有现在失败率 这三样东西的考量 会让我们会为客户担心 因为他即使有现在的合法的时间 可以在美国境内留着 假如说他今天是在 已经在等待的时间 他OPT已经过了 正在等待的时间 如果他案件失败的话 那他是必须马上离境美国的 可是假如说他是在那两个月的 F1的OPT结束 grace period在这时间之内 他又回学校的话 他没有做任何身份的转变 他只是继续回学校 那这个情况下 即使他的H1失败了 他都还是合法可以继续留在美国的 呼吁所有H1B申请人 千万不要为了申请而申请 美国资深移民律师 陈启根建议申请人 应该确保拿到 美国移民局最新公布 最正确的规定资讯后 同时找好一家专业律师团队 才能在繁琐的申请过程中游刃有余 董神新闻彭迪 下雨情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